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我是王静怡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三 我们来关注下面一组消息 这次在印尼 拜登和习近平会谈之后 拜登公开表示不认为中方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 法新社称拜登的这番话是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 分析认为双方都画了红线 如果北京攻打台湾 所谓的红线就失去了意义 目前有更多相关谈判的细节被披露出来 华尔街日报披露 习近平在会晤 谈到台湾问题时特别激动 他为中共在中国的统治进行辩护 并详细地介绍台湾的历史 中方官员透露 习近平在会谈前花了好几个小时 审查有关台湾部分的讲话 还亲自对谈话要点进行了修改 以便更好的反映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然后在会晤时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叙述 以便向拜登传达 但是报道说 中共声称拥有台湾 但是历史上 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 且两地的政治制度截然不同 在会面之后 拜登和白宫官员都表示 通过会晤得出的印象是 北京没有入侵台湾的迫切计划 尽管习近平没有明确地这样说 对此 台湾淡江大学名誉教授赵春山认为 习近平跟他讲了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这是拜登的主观愿望 而法广刊文分析 这次面对面具有摸底的性质 拜登得出的这个结论可能是拜登认为 此次拜习会释放出的一个积极信号 不过拜登使用的时间概念相当的谨慎 甚至是很模糊 他不相信 但他不能保证时间上立即是不会的 但什么时候会 拜登没有预告 法新社认为 拜登说的这番话 是因为得到了习近平的承诺 但中方的文稿或报道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 中共官媒引用习近平的话说 台湾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是中共的内政 法广引述分析认为 习近平之所以要这样表述 中方大约预感到 一旦北京采取武力手段 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从美方历来的表述可以看出 保持这条红线 不至于穿越的方式 就是各方维持台海现状不变 也就是保持和平的状态 一旦北京攻打台湾 所谓的红线就失去了意义 也有学者分析 习近平因为内政不稳 被迫进行战术性调整 习近平在G20峰会发言中 还说了一句蹊跷的话 就是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时兵人士钟原评论说 这话是讲给谁听的 承认日子不好过 但这是中共自找的 中共谎称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妄图继续欺骗中国老百姓 美国提出与中共竞争 联合盟友围堵中共 就是让中共的日子不好过 最终失去挑战国际秩序的能力 如今效果已经出现 11月15日 在20国集团的晚宴上 各国领导人 着印尼传统的腊染衬衫出席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穿了几乎是一样风格的 一个色系的衬衫 当晚习近平和拉夫罗夫都穿着醒目的 亮紫色花衬衫出席了 由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主持的欢迎晚宴 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导弹打击 世界多国领导人在G20封位上 就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 谴责拉夫罗夫 习近平和拉夫罗夫在G20晚宴上 似乎以一种大胆的时尚声明 来展示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与中共在G20封位上的表现相一致 在封位上 中共与俄罗斯一起反对 用战争来描述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 试图削弱美国和盟友 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冲突的努力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中共对战争一词的反对 凸显了它在乌克兰问题上 试图扮演双面的角色的立场 自入侵开始以来 北京一直在走外交钢丝 有时似乎与莫斯科保持距离 同时又坚持认为 俄罗斯有合法的安全担忧 而冲突的罪魁祸首是美国和北约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 中共与G20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仍有分歧 这表明习近平并不愿意 牺牲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 来重新获得西方国家首脑的信任 二十国峰会期间 首脑门的场外会议谈备受关注 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习近平 进行了首次面对面的首脑会谈 但是流程仅持续了半个小时 有分析认为 这次会谈建立在中澳关系不佳的情况之下 缺乏明显的突破进展 据中共官媒的消息 习近平在会谈时 尽管声称中澳之间从来没有根本厉害冲突 但又承认中澳关系在过去几年中遇到了困难 说双方应讨论如何推动两国关系 重回正常轨道 阿尔巴尼斯则表示 不准备偏离其价值观形势 但是认为两国改善关系 有助于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 两国的分歧也需要得到解决 澳洲资深媒体人林松表示 本次中澳会谈 时长只持续了半个小时 再加上翻译的时间 两位首脑难以谈到实质性的内容 澳洲总理的这番话 一方面要兼顾澳洲民意 对北京强权的抗拒 一方面也表明 不会对北京做出太大的让步 历史学者李元华认为 澳洲关系破裂的关键原因 是澳洲曾经受到北京 毫无根据的贸易战制裁 两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 导致首脑峰会 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澳洲前总理托伦布尔 也针对两个人的会晤表示 事实上澳洲两国 彼此都没有十足的信任 不可能在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合作 历史学者李元华则认为 两国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不同 导致首脑峰会 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除了阿尔巴尼斯 习近平15号还分别和韩国 法国 加拿大等国家的领袖 举行了会谈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双边会谈时 特别谈到了朝核问题 尹锡悦呼吁中共约束金正恩的挑衅行动 过去一个月来 朝鲜破纪录的导弹发射 令相邻的韩国和日本不胜其反 也令地区局势越法的紧张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晤时再次表明态度 要求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压 劝普京重返谈判桌 并遵守国际法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6号 也和习近平举行了 睽違三年多的会谈 他对习近平提出了 对中共疑似干预加国国内事务 包括干预2019年大选 表达了重大的关切 英国首相关底稍早宣布 英国首相苏纳克 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原定于16号上午举行的会晤 以行程安排的理由被取消 11月15号 在俄罗斯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之后 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一个波兰村庄 发生了爆炸 造成两人死亡 由于两枚导弹落在了距离乌克兰 仅仅6公里的波兰境内 美国国防部表示 正在调查这起爆炸 是否由俄罗斯榴弹造成 事发地华沙当局正在核查 是否应根据北约第四条款要求协商 七国集团16号 在印尼巴里岛发出一份联合声明 回应导弹爆炸事件 美国 英国 欧盟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领导人首先声明 谴责俄罗斯15号对乌克兰城市和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的野蛮导弹袭击 并对波兰正在进行的调查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和协助 而俄罗斯官方则援引军事专家的说法 暗示飞弹实际上是由乌军发射的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杨斯基 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抱怨表示 有人企图挑起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 让世界承担一切后果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发文指出 这是俄国的阴谋论 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或放大俄罗斯的大外宣 16号 根据美联社的消息 美国官方初步判定 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军队周二向来袭的俄军飞弹发射的 乌克兰防空系统在拦截俄军飞弹时 发生了错击 意外打到了波兰 乌克兰目前仍然保留着一些苏联时期 与俄罗斯制造的武器库存 包括S300防空飞弹系统 拜登和G7领导人举行紧急圆桌会议时 也有表示 从飞弹的轨迹图来看 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 让我们再等一等结果 他稍早致电波兰总统杜达 对这一事件的罹难者表达哀悼 并承诺美国将会全力支持与协助波兰调查这一事件 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 目前真相仍然在持续调查之中 据最新消息 波兰总统杜达16日对外表示 该枚俄罗斯制造的飞弹被乌克兰国防军使用 没有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方面发射的 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是对波兰的蓄意攻击 今年中国大陆在珠海展开的第14届航空展 一向受瞩目的俄罗斯武器的讨论和关注大幅度下滑 不止报道数量大减也极少听闻成交签约 许多评论指出 受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差劲表现的影响 俄罗斯的军火卖不动了 根据官媒的报道 这届航展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企业 以实体及网络方式参展 历届航展参与规模第二大的是俄罗斯 本届也不例外 这次俄罗斯参展的包括最尖端的S400防空飞弹系统 苏-57隐形战机 以及苏-35、苏-34、米格-35等战机 还有空中加油机、大型运输机 装甲运兵车、空降兵战斗车、武装直升机 及防空飞弹系统等等 几乎都是俄军现役的最先进武器 俄方最先进的S500防空系统 目前还没有对外销售 供外销的最顶尖的仍然是S400 使用的国家有印度、白俄罗斯和土耳其 中共也曾买进6套 感兴趣的潜在买家还包括哈萨克、越南与艾美尼亚 但是俄乌战争之后 这些买家恐怕都要变卦了 例如越南就有可能会转向 购入以色列的防空飞弹 至于顶尖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 这次在俄乌实战中 只嗅了两下远程飞弹攻击 没有实际接战 多年吹嘘 苏-57的一些媒体军事评论也倒戈了 这次讽刺说 如果俄军对苏-57有自信 起码得像以色列空军一样 架着隐形战机直接穿透敌军的防空网络 深入敌境进行精准打击 这次参战的苏-35是俄罗斯的主力战机 令人意外的是 在乌克兰战场表现不佳 不仅被乌克兰防空兵击落 还在机场被乌克兰炸毁 如果苏-35真要跟北约空军对抗 恐怕也不太乐观 有观察认为 这次俄乌战争让俄罗斯军火声望大跌 未来的买家很可能被美国 法国 德国 韩国 甚至是以色列瓜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刚才看到了一段习近平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在G20对话的视频 听不太清楚 但是网友解读说 是习近平在埋怨特鲁多 把昨天两个人会面的谈话泄露给了媒体 记得《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就是一个村的村民们 每年都要献出村里的一对同男同女给妖怪吃 换取村子里一年的风调雨顺 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是妖怪在害人 把孩子献给妖怪 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铲除妖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面对当今的中共横行世界 对外中共要求世界各国和中共苟且 顺从中共的要求 这样就给你几年的经济发展机会 让你发财 对内从49年开始 平均每10年对中国人进行一次 大屠杀 以换取10年的稳定太平 这样的中共和每年要吃一对同男同女 保全村风调雨顺的妖怪 有什么区别吗 或许这个妖怪吃人的故事 需要我们华人好好讲给那些外国人听听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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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